这种情况在我的记忆当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你看当时我在上大学那年88年 88年当时这个中国华东地区啊 就流行那个当时叫甲肝 就有人说搁板烂根能治甲肝 后来到95年的时候呢 华北地区流行红眼病 有人说板烂根能治红眼病 2003年呢SARS非典 说板烂根能预防非典 这次又是板烂根 你说大伙齐了怪 怎么每一次一有这种大规模流行性的传染病的时候 大伙感到害怕的时候都会想到板烂根 它真是万能神药吗 那咱们首先那个大伙说板烂根是什么药 板烂根是什么呢 它是十字花科植物松栏的根 所以叫板烂根 也有的地方叫大青根 它管不管用呢 咱们平常啊感冒啊发烧啊 哎有的时候就喝着板烂根冲击 然后喝着之后呢 咱们得十求是说呢 这药挺管用 感冒头疼啊发烧啊 它比较管用 但是咱大家想一想 这是对已知的事情的我们一种把握 板烂根是中药冲击啊 有人说这个中药吧 无毒副作用 但是这话也过 是要三分毒 它只是副作用大和小的问题 其实许多购买板烂根的人 对板烂根的药理与药效 并不十分了解 除了一些消费者 把板烂根列入了家庭常备药蛋白 近日在南京大学的自习室中 更是出现了个别学生 把咖啡换成了板烂根的现象 甚至还有人发明了牛奶板烂根 咖啡板烂根等调味方法 有专家表示 人们对于板烂根的了解 可能大多出自中医点击 认为它可以清热解毒 凉血消毒 可是中医用药 许根据体制并因对症需要 像板烂根确实发现了 里头有一些成分 是对H3和H7有效 但是这个含量很微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中药以后 找到更有效的成分 但现在就很快的 就把这个做一个预防 这个什么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 因为板烂根本身 它用的多也是有些毒性 那么现在H7N9 这个病毒是新出现的 你琢磨琢磨新出现的这个病毒 谁都不知道它怎么回事 你怎么就能断定板烂根能预防的呢 这不非常滑稽吗 有人说老梁你说那不对 怎么就不能治呢 他说你看这个板烂根它写着呢 清热解毒吗 那H7N9是啥不病毒吗 清热解毒不就解这病毒的吗 要说这话说明你基本没什么医学知识 为什么呢 H7N9这个病毒 这是专业的医学术语病毒 清热解毒的毒可不是病毒 清热解毒是什么呢 中药意义上的毒 是泛指导致疾病的各种元素 都叫毒 它并不是指西医学上的这个病毒 大伙中医 西医理念上的病毒和中医里这个毒 不是一回事 你不能妄为生意的 就根据这一则说它能解毒 你一个未知的病毒 就说已知的药就能解它 你想想这靠谱 你有什么科学道理 现在全国没有任何一家权威机构 拿出权威的结论说 板烂根就能防治这种病毒 而且以往所谓的对SARS 对这个什么这个红眼病和甲肝 最后证明这都是无济之谈 无非就是这些病呢 可能导致人发烧 反正板烂根不能退烧吗 好像就管用似的 其实它最多也就是 缓解一下症状 不可能起到彻底遏制这种病毒的这种作用 那么呢 既然科学上 咱们有这个尝试 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好多人去抢板烂根 盲目跟风 排队抢购 板烂根热销反映了民众怎样的心理 从福岛和福射后的抢严潮 到如今板烂根活销 现实中的抢购热销背后 谁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又是谁从中谋利 本期老梁关事件 神药 板烂根 正在播出 既然科学上 咱们有这个尝试 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好多人去抢板烂根 主要是这种未知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恐慌造成 你比方说跟肝癌 跟肺癌患病 我们好像对癌症的恐惧 也没有这个禽流感的恐惧这么大 这是为什么呢 就咱不知道它怎么回事 咱们生活当中都是 这个事你要知道怎么回事 你反而不害怕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才恐慌 那么恐慌之下 就容易导致我们对有事的判断非理性 你不要得了癌症了 大夫说也就三个月半年了 你准备吧 包括这个患者本人 他能够很理智的接受这个 哎这不行了 可是呢 禽流感 这要是离你近了 害怕了 一害怕就出现非理性判断 什么非理性判断 你看啊 板烂根就符合这个 它便宜 生活当中很常见 也不用费多大劲 它主要目的的是呢 咱们除首可及 每个人都觉得禽流感很可怕 说不定就在我身边 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我总得干点事防治它吧 其实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解心仪 就心理安慰 我总得干点事吧 买了几袋啊 买了四袋 买了四袋啊 给谁的 我两袋 给他二十个鱼 你给一袋 三十个 然后买了 每年给他们发一个 那你假如说 什么都只是说是 禽流感 天山雪莲 你哪踩去你啊 你也过不着 你说板烂根身边的事 那好 买两包 反正我觉得为这事 我付出努力了 心里都稍微安定点 说白了是恐慌下来的 心里安慰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原因 就使我们 有的时候疯的去买板烂根 买完了还送给亲戚朋友 家里人 你们看得吃点 好像我为这个事做了贡献了 我总算努力了 还有一房子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就是我们以前看 你比方说这个 咱们说那个日本核武社 福岛核电站泄露那事 说咱们怕核武社 有人买盐 最后呢 发现有卖盐的盐商 在背后推波出来 2011年3月11日 日本东北部海域 发生了离世九级地震 并引发了近十米高的海啸 相关机构随之公布了 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的消息 事故发生后 我国房间出现了两种流盐 有人说核辐射可能会造成海水污染 今后海盐的质量可能会受到影响 而另一种说法更具煽动性 说食用点盐可以防辐射 消息一出 我国很多地方上演了食盐争夺战 身解数 最后成功买到了140袋 足够全家吃上十年 可随着谣言的不攻自破 如何处理这些盐 让黄师傅一家犯了难 事后很多上家纷纷表示 如果食盐没有质量问题 一般不接受退货 百兰根这个事也不例外 咱得说百兰根这事 这几年来 百兰根的销量并不是多理想 从2010年以后 整个中药市场持续低迷 中药市场获大量激氧 就是供过于求 那百兰根是比较典型的 其中我们老家黑龙江 黑龙江大庆 百兰根的产量占全国一半左右 去年一看卖不出去了 赶紧缩减产量 把它控制在4万吨左右 就很多药农 种植着百兰根缩减产量了 可是缩减产量到去年 也就卖出去30% 还有70%库存 加上前两年库存的 现在大庆估计百兰根 得压有4万吨左右 它的原料 这4万吨是什么概念的 就大庆一个地方存的百兰根 都够全国市场消费一年的了 所以咱首先告诉大家 你就真去抢 抢购百兰根 你也别着急 有的是 根本就抢不美 不会就是断货的 这是一个 再一个 这个时候你想想 积压成这样 销量不较 相关卖着玩的不犯愁 一看秦流港 多好的清理库存的机会 咱现在你打开网站 有的那论坛帖子 说的特别邪乎 百兰根 这好那好 能防止这防止那个 往往都有人背后推波出来 有药厂的人 有种植户 所以这个现象 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 你这一次秦流港过来之后 百兰根都卖出去清空了 多好这个商业机会 你平常说 你非得通通脑热 你还不一定买 你可能去买 什么康泰克 赶康 你还不一定买它 一来这个 我说能治秦流港 呼啦都去买去了 这叫什么 有个专门的术语 叫流言经济学 就是有人有意识的 利用某个社会的事件 进行炒作 炒作之后呢 推波助澜呢 使大家对某种商品 产生强烈的购买欲望 这样的话 有的人操盘这个 从中获利 2013年4月 湖南岳阳一家药店 因散布疫情谣言 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 据知情人的介绍 该药店 以岳阳出现新疫情 及国家发布抗病毒药物 为由 向前来咨询的消费者 推销板栏根颗粒等药物 并声称 这些药物 可以治疗心情 禽流感 在接到举报后 岳阳监管部门 对这种以盈利为目的 而散布流言的行为 进行了批评教育 类似情况 在网络交易中 也并不少见 个别商家 为了扩大网店影响力 提升销售业绩 也纷纷打出了 把蓝根产品 能够预防 禽流感的宣传语 把蓝根热事 也是流言经济学的一个实用例子 和它类似的例子 在历史上也多次出现 你看 咱们就说日本核辐射 我刚才举那例子 说买这个加点盐 说这点能防核辐射 其实你要真是 能够做到防核辐射 那个点的含量 你要把含有那些含量的盐都吃了 得吃多少斤 得吃12斤盐 12斤盐得吃多长时间 所以那个基本上是无稽之谈 但一下子 有人造这个谣 这眼好卖了 还有就是非典的时候 2003年 有人说那含金银花的中药能治 结果这个脱销了 还有说凶腺态注射液 能防制这个SARS 结果那时候凶腺态注射液 没了到 各个医院都抢空了 有朋友大老远从外地来北京 给我送回凶腺态注射液 保我平安 还保我感动够呛 我直纯没用 但是我挺感激的 他真是为我好 你看 所以这种事在以往 我们身边屡屡都见到 比较常见的还有什么呢 利用风险迷信的 从古代装神弄滚 低价买房 早当下老幼体弱 屈胸辟邪 不同时代的流言经济 都暗藏着那些经不起推敲的小伎俩 难道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